女人将自己装进刑具 命人在她完美的脸上刺字 随后狱卒拿起烧红了的刑具 赵女毁了容貌不愿再见人 嬴政扒开她的双手 看到她鲜血淋漓的伤口 顿时心生怜爱 要去杀了狱卒 嬴政不知道 赵女在脸上刺字 都是为了完成她统一六国的大志 公元前三世纪 正是群雄割据的战国时期 秦王嬴政雄心壮志想要一统天下 四处征战讨伐 韩国被打得溃不成军 派来使臣上殿前向秦国请销 韩国愿献上百座城池 万千金银财宝 只求秦国退兵 此后愿永远臣服 向国吕不韦还不等秦王嬴政开口 就率先答应了使臣的条件 嬴政心中不悦 却也没有当场翻脸 只装作疯疯癫癫的举起酒杯 恭敬的献给吕不韦 随后来到殿前 华人是敬酒不吃 是执法子 只为那边 二十五万将士 等着功成的亡命 眼睛望出解 有人在咸阳殿上 这是不灭寒了 但吕不韦鞠躬自傲 听完嬴政一番狠话 直接离席而去 嬴政也不是好惹的 当场就罢了吕不韦的想 随后嬴政又将满腔的愤怒 全都宣泄在烙矮身上 她是太后的男宠 伴坐宦官侍奉在侧 得知烙矮恐高 就将她推向玄桥 烙矮下的双腿直哆嗦 颤颤巍巍地向前走去 嬴政听完满意的骑马离开 烙矮此刻立即挺直了腰杆 大步走过了玄桥 而当嬴政回到寝殿时 青梅竹马的赵女却来辞行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嬴政又时在赵国做人质 赵女便伺候她的饮食 如今跟着嬴政来到秦国 却终日闷闷不乐 也从不让嬴政碰她 终于在此刻向嬴政提出要回赵国 嬴政一脸茫然 慌张得不知所措 她从未想过要与赵女分开 但赵女却厌倦了深宫中的日子 嬴政眼含热泪 或许在完成一统天下的壮志前 必须放下儿女情长 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远 这时赵女叫住她 赵政 你给我回赵国 我们再去过小时候的日子吧 其实他们都知道回不去了 嬴政将一幅四海归一图 在赵女面前缓缓展开 眼前的大好河山令云震撼 画图的正是两名韩国的将人 韩国是要灭亡了 但是你们会有一个更大的 大得多的国家 秦国和六国 眼睛看得到的和看不到的地方 都成了一个国家 天下的人都是这个国家的百姓 这个国家只有一个王 一个好的君王 秦王嬴政告诉众人 他要让天下人都说同一种语言 用同一种文字书写 再到处都建立郡县 让清廉的官吏来管理 让遍地都长满和素 百姓可以安居乐业 把持到修到边疆 把长城铸到远方 挡住匈奴四一镜犯到马蹄 那时候你们就可以称我 亲 是皇帝 嬴政一统天下的设想彻底感动了赵明 他答应留下来 渴望有一天能看到这样的太平盛世 公元前230年 势不可挡的秦军一举攻下韩国 燕国太子丹找上了嬴政 他从小鱼与嬴政一同在赵国做人质 如今也却成了嬴政的人质 嬴政想要一统天下导致战乱时期 下一个就要轮到燕国 太子丹拔剑要与嬴政同归于尽 但嬴政却告诉他 你杀了我 这件事也会有人做的 燕太子丹最终还是没能说没动手 离开时赵女却叫住了他 在秦王正苦恼没有借口攻打燕国时 赵女想出一个计策 让嬴政将太子丹放回去 他必定会找回好的杀手来刺杀嬴政 到时候就能名正言顺地攻打燕国 而为了获取太子丹的信任 赵女特来到死楼 我要你在我脸上也请个自慰 吓死小人了 小人不敢 小人不敢 但最终还是有胆子大的动了手 嬴政看到当场就要杀过去 但赵女却觉得这很值得 看到嬴政心怀天下百姓的胸怀 他也想为他做些什么 因为像罪犯一样被秦了子 赵女获得了太子丹的信任 与他一同前往燕国 也就是此行 将刺客荆轲与秦王的命运串联到了一起 而赵女此番而爱前行 不想最后却是他 一手推动荆轲刺秦王 盲女缓缓靠近刺客的剑 刺客杀了盲女全家 却唯独留下他一人 盲女不愿毒活拔剑自杀 临死之前 他想知道杀他全家的人叫什么 他诱骗刺客帮忙拔出鼻子 在刺客靠近突然出剑 却不想对方用得竟是左手 就这样抱哈耳中 原来他便是战国时期著名刺客荆轲 盲女的死给他留下了阴影 从此不再杀人还特别爱惜孩子 这天荆轲在吃饭时 撞见一个孩子因为偷馒头 被老板发现悬在了蒸笼上 听到小孩的求救他心生怜悯 请老板开恩给孩子一口水喝 老板却开始百般羞辱 让他下跪 荆轲立马就跪了 但老板不肯罢休 让他钻不裤裆就放了孩子 荆轲还是钻了 但老板却出而反而 让对方杀了自己才放孩子 荆轲这次说什么都不肯 然而刀剑却是自己长了眼睛 吃瓜群众们被吓得一哄而散 小孩连句谢谢也没说把腿就跑 这一切都被路过的赵女看在眼里 不一会荆轲就因杀人被抓进大牢 面对审问 他坚决表示人不是自己杀的 面对严心拷打荆轲依然不认罪 眼看人就要被折腾死 赵女在此时赶到将他救下 随后就将刺客荆轲带到了太子丹面前 太子丹大喜 当即就命令荆轲去刺杀秦王嬴政 但荆轲表示自己已经金盆洗手 难以担此大任 太子丹见荆轲由言不尽 将压力给到他的人至赵女身上 让他在三个月之内说服荆轲去咸阳赐秦王 赵女来到荆轲住处 这才从其好友高健离口中得知 她的伤过两天会好了 她的心难了 得知荆轲有心魔缠身 赵女便于日照府想要走进荆轲心里 荆轲感念赵女救命的恩情 见她坚持变道出了心魔 随后又将盲女唯一留下的手串送给赵女 赵女不再苦苦相逼 但太子丹见赵女不成事将她押送大牢 荆轲不忍见救命恩人入狱 为了救赵女 她答应了太子丹的条件 加入燕国刺客营